欢迎来到我们的人物简报节目 今天的新闻非常精彩 首先我们来看看克里姆林宫拒绝对特朗普声称他将解决战争的言论发表评论 而乌克兰总统则连斯基则宣布 经过梵蒂冈的调解10名被俄罗斯囚禁多年的乌克兰囚犯已经获释 这其中包括克里米亚达达人代表机构副主席纳里曼·杰里亚尔 尽管如此仍有数千名乌克兰人被关押在俄罗斯 接下来我们转向美国特朗普竞选团队因邮寄选票广告的滑稽模仿而发出了停止和停止信函 但这反而让广告的话题更加火热 广告中使用了特朗普多次反复无偿的邮寄选票观点 这使得他的竞选活动面临尴尬局面 最后我们来到南美洲 波利维亚总统路易斯、阿尔赛指控前将军胡安、何塞、祖尼加策划了一场未遂政变 试图夺取政府 祖尼加已被判处六个月的预防性拘留 面临恐怖主义和武装起义的指控 这些指控可能会让他面临长达二十年的监禁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未报 克里姆林宫拒绝对特朗普声称 他将解决战争的言论 发表评论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 在梵蒂冈的调解下 十名被俄罗斯囚禁多年的乌克兰人获释 这些囚犯中包括克里米亚达达人的代表机构副主席纳里曼·杰利亚尔 他在克里米亚被俄罗斯非法吞并后遭到迫害 尽管克里姆林宫对特朗普关于结束俄乌战争的言论保持沉默 但俄罗斯国家媒体详细报道了这场辩论 特别关注拜登的表现和特朗普的言论 拜登政府将向乌克兰提供价值1.5亿美元的武器和弹药 包括英式防空拦截器和155毫米炮弹 雅虎美国 唐纳德·特朗普在使用邮寄选票上的反复无常 引发了一个不知名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 PA Values 的嘲讽 该委员会发布了一则30秒的视频广告 讽刺特朗普曾多次宣称邮寄选票完全腐败 并用来改变选举结果 特朗普竞选团队对此反应强烈 发出停止和终止信函 试图阻止这则广告 尽管PA Values 只花费了不到5万美元制作和播放这则广告 但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却给了他更多的关注 广告准确引用了特朗普过去的言论 显示他在邮寄选票问题上的反复无常 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声称 这则广告可能干扰了特朗普支持者 在宾夕法尼亚州投票的权利 并要求进行刑事调查 独立报 玻利维亚总统路易斯·阿尔赛指控 该国前将军胡安·何塞 苏尼加策划了一场失败的政变 试图接管政府 苏尼加被命令在周五 接受六个月的预防性拘留 他领导的军事单位 聚集在首都拉巴斯的主要广场 冲击总统府和国会 装甲车撞开宫殿大门 士兵们涌入建筑物 前将军面临恐怖主义指控 可能被判15至20年监禁 以及武装起义指控 可能被判5至15年监禁 阿尔赛总统否认参与或事先知晓这次行动 并表示这次政变并非自导字眼 以获取政治利益 尽管玻利维亚的外汇储备减少 天然气出口下降 但阿尔赛坚称政府已经采取措施应对经济挑战 并致力于多样化生产和投资里矿开采 阿尔赛坚 德黑兰 伊朗 伊朗的突发总统选举 似乎将在下周进入第二轮投票 因为改革派支持的马苏德·佩泽什基安 和强硬派塞易德 贾利利在选票中领先 但未能获得多数票 根据内政部选举总部周六早上的最新数据 温和派的佩泽什基安以830万票领先 而前和谈判代表贾利利则获得了710万票 保守派议会议长穆罕默德·巴格尔·加利巴夫 以260万票 和保守派伊斯兰领袖穆斯塔法·普尔·穆罕默迪 以158,314票出局 德黑兰市长阿里雷扎·扎卡尼 和政府官员阿米尔 侯赛因·加奇扎德 哈希米也退出了竞选 此次突发选举 是在宪法规定的50天内进行的 已选出新总统 因为伊布拉辛·莱西和其他7人 在5月19日的直升机坠毁事故中丧生 过去4年中的所有主要选举 都出现了低投票率 内政部尚未公布正式的投票率数据 莱西上任的总统选举投票率为48.8%是伊斯兰共和国40多年历史上最低的 而3月和5月的议会选举投票率为41%是1979年伊朗革命以来所有主要选举中最低的 全国范围的致命抗议活动和经济困境导致了选民的冷漠情绪 预计如果伊朗人在7月5日的第二轮投票中投票 投票率可能会更高 因为这将给他们提供一个更明确的选择 佩泽石基安被视为可以改善现状的温和派 而贾利利则被视为会带来重大倒退的强硬派 Telegraph在伦敦皮姆利科的家中资深BBC主播大卫 丁布尔比的前窗上挂着一张投票给工党的海报 尽管BBC对主持人的公正性有严格规定 尤其是在国家即将进行选举时 但丁布尔比指出 他主持的最后一次大选业特别节目已经是2017年了 现在他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 不过他强调这张海报是他第二任妻子贝琳达的 不是他的 他从未告诉任何人自己投票给谁 甚至连贝琳达也不知道 尽管他不再在镜头前报到选举 但他仍然对大选充满兴趣 我们在他家中舒适的起居室里交谈 他穿着一套剪裁 得体的蓝色西装 白衬衫 领口敞开 显得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 他反对退休 认为自己仍然有很多事情要做 今年秋天 他将与他的女儿丽莎 共同策划一场名为描绘不可言说之事的展览 探讨艺术如何表达无法言说的事物 尽管他已经不再主持选举夜节目 但他仍然对政治充满热情 并对当前的选举活动保持高度关注 Telegraph 塔玛约·佩里 享年49岁 是一位著名的大浪冲浪者 也是一位好莱坞特技演员和演员 曾出演《加勒比海盗》《惊涛怪浪》 作为冲浪者 他以骑在浪馆内骑行的出色表现而闻名 1999年 赢得了管道大师赛的是迅赛 并在塔西提岛的TUPOO冲浪点享有盛名 在《惊涛怪浪》中 他扮演了一名海盗 并在蓝色激情 大反弹 霹雳娇娃 全速进攻 和夏威夷特勤组 重启版中担任特技演员 佩里出生于1975年4月15日 成长在夏威夷的欧湖岛 从小就开始冲浪 1999年 他赢得了著名的管道大师赛事迅赛 从而跻身世界舞台 并在家乡展示了他的冲浪技巧 他的职业冲浪生涯持续了15年 但他是一个间歇性的竞争者 2008年 他在一次巨浪中骑行 被认为是他最好的表现之一 尽管曾遭遇致命头部受伤 但他致力于教授良好的冲浪礼仪和安全实践 并在檀香山担任救生员 佩里以其顽皮和感染力的笑容 以及强烈的基督教信仰而闻名 他在2024年6月23日 因杀鱼袭击去世 享年49岁 日本时报报道 匹兹堡的工人阶级选民 曾经是民主党的坚定支持者 但近年来的经济困境和社会问题 使他们在2024年大选中 重新成为摇摆选民 美国总统乔拜登 赢得了包括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 在内的工会领导的支持 这对他的竞选至关重要 然而许多基层工人 可能无视工会领导的意见 转而支持唐纳德、特朗普 这可能在宾夕法尼亚州 密歇根州和威斯康星州 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这些州的选票差距 可能不到10万票 美联社报道 美国在东海与日本和韩国 完成了首次多领域演习 旨在应对来自朝鲜和中国的 日益增长的威胁 为期三天的自由边缘演习提高了 此前演习的复杂性 进行了同步的空中和海上演习 旨在改善联合弹道导弹防御 反潜战、监视等技能和能力 尽管这些演习可能加剧紧张局势 例如中国和朝鲜的强烈反对 但他们对于增强三国军队的互操作性至关重要 美国总统拜登政府一直在努力巩固与日韩的防务合作关系 以应对朝鲜的武器计划和中国的军事扩张 日本时报报道 菲律宾在杜特尔特总统离任两年后 仍在应对其血腥的禁毒战争 杜特尔特在竞选时承诺要下令警察和军队找到 并杀死毒品使用者和贩子并给予他们豁免权 随后警察和义务警员在简易处决中 残忍地枪杀了成千上万人 尽管杜特尔特离任后此类杀戮有所减少 但暴力和有罪不乏的文化在菲律宾仍然存在 最近 立法者开始对杜特尔特禁毒战争引发的暴力事件 进行公开听证 受害者家属在听证会上重温了他们的恐怖经历 再次呼吁正义 Yahoo!US报道 昨晚的总统辩论引发了许多关于两位候选人的讨论 前总统特朗普在经济移民和外交事务上的成功主张被独立事实核查发现为虚假 与此同时 总统拜登的表现也在党内引起了质疑是否准备好在任一届 伊利诺伊州中部的地方政治官员对昨晚的结果也不满意 桑加蒙县共和党选区委员会成员布拉德·卡尔森表示 让我们回答问题 然后继续前进 这是美国总统职位 人们期望更多 民主党人也对拜登的表现持批评态度 桑加蒙县民主党主席比尔·霍利汉说 昨晚对拜登总统来说不是一个好夜晚 他反应有些迟钝 州长居毕·普里茨克则支持拜登 称他坚持了自己的信息 共和党人则抓住拜登的失误不放 国会议员达林·拉胡德表示 只有特朗普总统能够恢复繁荣的美国 Japan Times报道 未免冠军卡洛斯 阿尔卡拉斯和世界第一的杨尼克 辛娜将在温布尔登延续他们在男子网谈的激烈竞争 试图在2024年阻止七次冠军得主诺瓦克·德约科维奇的奖杯荒 然而 在比赛开始前 德约科维奇的第25个大满贯冠军之旅猛上了一层阴影 因为他在三周前接受了膝盖手术 以治疗在法网提前结束的伤病 同样是37岁的前冠军安迪·穆雷也在争取准备好参加 可能是他温布尔登的告别演出 因为这位伤病缠身的英国人在上周因被捕问题接受了手术 Japan Times报道 上周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在平壤乘坐俄罗斯制造的ORUS豪华轿车 展示他们加强的反西方联盟 这辆豪华轿车在2018年亮相时 旨在展示俄罗斯的国内实力 和减少对进口技术和商品的依赖 然而 海关记录显示 制造这辆车的公司使用了数百万美元的进口零部件 其中许多来自金正恩所描述的主要敌人韩国 Yahoo US 北达科他州共和党州长道格伯格姆 在全国舞台上显为人知 但现在他成为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副总统竞选伙伴的热门人选 这位富有的软件企业家像CEO一样领导着北达科他州 推动了包括减税和州政府技术升级在内的商业导向项目 尽管州议会向他提交了一系列反LGBTQ家法案 尽管他在2021年和2023年曾否决了一些法案 但在准备2024年总统竞选期间 他签署了大多数法案 伯格姆的早期生活在小镇度过 后来成为一名富有的高管 领导了Great Plains Software公司 该公司在2001年以11亿美元被微软收购 作为州长 他专注于经济问题而非社会问题 推动了税收减免 网络安全增强和州网站升级等措施 然而 他对LGBTQ家问题的立场发生了变化 尤其是在2023年签署了一系列 限制跨性别人的法案 并在总统竞选失败后结束了竞选 The Toronto Star约一年半前 朱利安·阿桑奇的律师向弗吉尼亚州的联邦检察官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请求 撤销对这位维基解密创始人的案件 尽管阿桑奇发布了成千上万的秘密文件 并面临美国政府的引渡请求 但这一请求最终导致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时刻 阿桑奇在西太平洋一个偏远岛屿的美国法院外走出 开始了回家的旅程 这一协议是在一个缓慢的引渡过程中达成的 美国官员认识到他在英国监狱中已经服刑超过五年 最终双方达成了一系列提议和反提议 包括阿桑奇拒绝踏足美国大陆的要求 协议还包括确保阿桑奇在澳大利亚获得自由的安全法 及时法官在最后一刻拒绝协议 这一协议结束了跨越三届总统和多个大陆的法律争端 阿桑奇最终在澳大利亚与家人团聚 并计划享受自由的生活 The Toronto Star 在乔治亚州保守派活动家悄悄推动一种 无需正式法律挑战就可以从选民名单中删除名字的方法 他们要求选举管理员使用他们的数据来清除选民登记 这意味着名字可以在比正式选民挑战更不公开的过程中被删除 乔治亚州务卿办公室坚持认为 任何被删除的活着的选民必须得到通知 但由于乔治亚州有159个县 没有统一的州级规则来管理这些非正式查询 因此不清楚每个县将如何反应 这一策略的扩展引起了民主党人和投票权倡导者的警觉 他们担心这可能是对投票权的双重打击 尽管新的乔治亚州法律已经引起了担忧 但这些保守派活动家仍在推动选举官员采取行动 使用包括Eagle AI在内的软件来挑战选民资格 这一工具由支持特朗普的保守派活动家资助和使用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我们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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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لخ 我们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t's true when you turn away Depths revealed, voices bright News and focus, black and white Every angle shed some light Morning, evening, through the night Breaking the news, breaking the day Truth and insight away Every story, every play Live and clear we connect Breaking the news, breaking the day Truth and insight away Every story, every play If you live and clear we can play Truth and insight a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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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